第二十题如幼图所示 迅幼将小苏打粉放入室管内加热 一段时间后石灰水变浑浊 室管壁上凝结一些液体 请问下列何者错误 A室管壁的液滴要用蓝色绿化雅菇 是指辨别是否为水 这个我们上课教过 绿化雅菇是检验水的 无水绿化雅菇呈蓝色 油水绿化雅菇呈粉红色 所以呢选项A呢是正确的 选项B试管向下倾斜 是为了防止水滴回流至管底 导致试管破裂 这个也是对的 因为呢水会比较冷 那冷热交汇膨胀不均 试管容易破裂 所以选项B是对的 选项C石灰水变浑浊 表示分解后产生二氧化碳 这个当然也是对的 这是我们上课教过的重点 成心石灰水通入二氧化碳 会产生白色浑浊 读实验完先熄灭酒精 再将导管移出水面 这个是错的 因为如果你先熄灭酒精 然后呢我们这里就会变了 那这时候我的水就容易倒流 回到我的试管内 就发生了选项B的状况 试管容易发生破裂 而且会污染药品 所以应该要先把导管移出水面 再熄灭酒精灯 选项珠呢 叙述是错的 所以二十题问我们说 请问下列何者错误 我们答案选的是珠 试验完后先熄灭酒精 再将导管移出水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